最後做出來的答案 這個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這個指的是 他跟他跟他 然後呢 後面外面的話包一個什麼 平均的函數 對不對 那所以中間逗點 逗點 那問題是呢 你要先把這個抓回來 他會抓出來變85 你不能用假去平均嗎 那這個假 抓出來也是85 對 然後這個也是85 所以要怎麼分呢 你可以分幾個階段 其實可以分 先抓他 然後 再用 複製貼上的方式啊 我讓貼 然後中間加逗點再刮弧 外面加一個 平均 哪個方法 我們先做第一階段好了 先查查什麼呢 查這個假 那怎麼知道假的 成績是多少 一樣嗎 就是插入函數 有標先放這裡對不對 插入函數 V-R函數 然後呢 look out the value 就是要查假 對照表在哪一個呢 F3 他裡面有個什麼 烤坪跟烤雞 那應該是哪一個呢 看一下 先取消一下 這個這個等級嗎 烤雞 是這個 這個是烤坪 所以烤雞是夾 這個這個國字 烤坪是 英文 OK 好 我們這樣 來 再來 再一次 所以這邊的話 V-R函數 然後呢 這個 一樣給他假 然後呢 在F3 那應該是什麼 烤雞 對不對 OK 按一個確定 好 所以是 即烤雞 好 那再來 其實你點下去這邊也會出現 對照 他的一個對照的關係 然後呢 要查第二欄 然後 比對的方式是零 OK按確定 好就做出一個對不對 那第二個的話只有位置不一樣 本來是F3對不對 這邊F3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複製過來的話 那這個 就變成G3對不對 那這個叫H3 所以你其實可以這樣做了 可以把它先剪下來 然後呢 再來常用裡面 插入什麼 平均值 那平均值的這個函數 如果你把它加進來之後的話 好這個 我們就 再來就是 平均值嘛 那平均值呢 Average函數 沒出現 好不然從這邊好了 那從那個 全部裡面的你可以找那個Average 或者在統計還是在 這邊Average 這個 這個算平均嘛 其實從上面也可以啦